環保署去年用空中頂面的方式 調查統計六卿請求來儲槽的數量 發明入市儲槽的數量有3,219座 部分環保團體應用這個所計 抗議六卿為貴 文憑官環保局對處表示 經濟市地盤測六卿憲儲的儲槽是2,220座 我們去年的話我們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跟六卿建設處還有那個 各單位對不對 會合然後會整會合然後一起盤點 那盤點出來以後 在我們這邊的話 它揮發性有機物的儲槽 我們這邊盤點出來是2212座 這個是確定的 環保局人員資訊 因為儲槽台北方都是放揮發性的儲基物 這對人體健康有影響 所有儲槽的製造是感動的對象之一 這個儲槽因為它裡面 就剛裡面儲存的是一個 就是有機的一個液體 那它這個液體它會揮發出它那個揮發性有機物 那揮發性有機物的話 它如果累積到超過一定量的時候 它會對我們的人體的健康產生影響 也會增加我們的致癌的風險 經濟規定 六輕幾乎我身有機物的擺放總量 14,300控制檔 婦人員環保局總結所嚴格感控 6000它的一個環瓶 整個地區的環瓶 它的揮發性有機物 許可的總量是4302噸 那我們會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編定了一個很嚴密的一個管理計畫 然後去做盤查 我們務必不讓它超過這個4302噸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持續的去做管理跟監督 那它如果有違法 我們一定依法來嚴重處分 環保局的外國繼續說 六輕撞開來的戶草 有一部份是放一般的鋼藥用水 這款水質對環境完全沒有影響 記者以名為插王報道